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EMPLUS的優仔工房 這個星期就是最後一周的英超決定冠軍誰贖 但今晚這一場曼城作下最熱詞,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場球 也直接影響到今季冠軍球隊的形勢 曼城這場球作下對著熱詞,這是一場寶賽 曼城贏了這一場,薩科贏了當然是冠軍 關鍵是主隊熱詞 由於昨晚剛剛維拉在利物浦身上拿到1分2比2 其實熱詞本身跟維拉爭的第四位歐聯席位 維拉的機會是極大的,因為剛剛和賭波也很重要 相反熱詞其實就是盡力,要拿回第四位置 來界的歐聯席位是很困難的 先講一講,當中的陰謀論,很多陰謀論就是熱詞和阿仙奴是北倫敦 死的,縮的,熱詞當然不會幫阿仙奴 其實如果要講到這些陰謀論就沒得爭辯了 我覺得正路去看,撇開的陰謀論 其實熱詞在主場對著曼城,以往的賽職是不錯的 但是這一刻,我感覺上,第一件事 熱詞就是剛剛贏了一場球,之前是四連敗 班波的士氣、信心、隊內的氣氛應該是很一般的 甚至乎有全國孫興敏有沒有機會來隊 另一件事,熱詞方面後防,近期來到季尾的水樽跌得很厲害 有多少失誤是頻頻出現的 所以面對著曼城是令人擔心的,熱詞的後防 加上我估計,看今季浩斯迪哥高奧 熱詞的領隊帶領球隊,他不會改變的 他一定會很進取義工代手,防線壓得很前 所以這方面曼城是多有利的 曼城剛好輕鬆地大勝富咸 你感覺上季尾這幾場球,曼城好像 夏蘭特,即是荷蘭,好像不是很健康 迪布尼又好像沒什麼 但是也要贏三四球 這就是關鍵了 因為一隊強隊,冠軍的球隊 強勢的時候,水人射地 大勝當然有 但是表現不是好起眼 踢得不算很健康的情況下 都能夠贏球,還要是一場大勝 反映到現在的曼城的形勢很好 狀態也不差 看回曼城的均勇,也差不多是全隊 所以這場賽事,我預計 這場的保賽,曼城作客能夠贏熱詞 保持著冠軍的主動形勢 所以最後也預計 曼城會最終成為今季英超的冠軍球隊 好,休止到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安播體育傳媒 為接下來的季美,除了歐洲的聯賽之外 接下來的歐洲國家杯 現在開始了 慢慢開始做好功課 到時再跟大家迎接這一項的歐洲國家杯大賽 到時見,拜拜